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问卷结果 这个当然是用Google表单所做出来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问卷 其实你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Google云端硬碟 Google的云端硬碟在这里 云端硬碟里面有个新增,新增里面有个表单 其实就是透过这个表单可以做 它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表单你只要把相关问题填上去 像这边第一个就是它的副标题 然后新增一个问题 新增第二个问题,新增第三个问题 最后的话,这边有一个眼睛就是预览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问卷 你就把这个问卷的结果 这个连接给人家就可以 不过这个连接太长了 所以我会把它复制之后 再透过一个缩短网址的功能 叫gg.gg 然后我就把这个网址 刚刚那个网址贴到这边有个叫shooten UI 然后你shooten它之后 就会得到我最后的那个缩短网址 但因为那个网址你会不会看 它是可以 蛮好记的 就PPT to Excel Phone Fone就表单 那实际上这边还可以的吧 你还可以Cast My 就是你可以制定你那个连接的名称 比较好记的 然后你按shooten它就shooten 而且甚至它有个好 比如说我这边假设我 让它不要,我就shooten一下 另外的话呢 如果将来你需要大家用QR Code的话 你这边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QR Code QR Code For Let's Link 一张QR Code 如果你要QR Code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个QR Code 你可以把这个QR Code 假设你将来要让人家做问卷 然后它手边没电脑 没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QR Code 然后贴在某个很大的地方 你扫一下 请你马上帮我做问卷 它就马上帮你做完 所以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问卷 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网址的话 你也可以扫这个QR Code 一样可以就把问卷做完了 OK 那做完之后的话 像以前我要统计一件事情很麻烦 这个时候如果你会用Google表章来做的话 你会发现你做完之后 最后这边有个回复四三个 那我就会得到最后的结果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这班同学 到底上课是为什么 选课动机 第一个第一名的话是哪一个 对未来就业有帮助 OK 也许张恩大问同学还是会 希望能够学一点 有帮助的一些课程 所以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单全只是想要取得 其实也蛮老实的 那不过呢 这个百分比有点多 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十个有六个 我只是想要来混学分的 不过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是选这个选项的话 你还是要拿一点东西出 你不是说你毫无贡献 就可以有收获 OK 我会跟各位讲 我们上课的标准 你的评分标准在哪里 OK 第三名就是想要了解文学的实用化 OK 也就是这个课程 还有呢 其实我蛮失望的 这个选项太少了 七个 我这只是开玩笑 因为我是希望这个课程 还有点趣味性 好 看好像大家都没反应 好 没关系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最有兴趣的范围在哪里 第一名 跟我的预期其实还蛮接近 第一名的话呢 百分之72.1% 所以大家对那个 PowerPoint的简报制作 非常有兴趣 好 那刚好我规划 我们 第一阶段的课程 就是PPT OK 而且PPT会希望做得蛮复杂的 能够利用PPT里面 做一些比较漂亮的动画 然后做一些效果 对于你们将来在毕业 你们有个毕业制作 一定会用到 OK 那 第一阶段就在这 所以后面会跟各位说明 PPT的部分要怎么去弄 然后用的版本是最新的 2016 OK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最有兴趣的 Google的云端应用 这部分找了有点 有点 应该是这个 Power的处理 其实我之前是有会讲到Word 不过我后来发现 Word到就目前的职场上面应用 其实是会越来越视为的 为什么 因为Word慢慢发现 他用的大概还是只是一般的简单的文章 因为他很多事情是做不出来 尤其像大数据 他里面你没办法放一大堆的文字叙述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大部分 资料 用最多的 其实才是用Exail 不过我知道 对于各位来说 Exail其实难度蛮高的 但没有办法 你将来遇到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你毕业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软体熟悉 那其实大家有根据调查 目前职场上使用的 这个无论是时间还有次数还有量 来看的话 第一名绝对是哪一个 Exail OK Word的话一般会认为 Word你应该本来就自己要跪 所以以前我会讲一些有关Word的操作 不过慢慢发现有些同学会觉得太简单了 所以慢慢我就把Word课程的时数 把它转到Exail 那也就是说我们预期我的规划 大概就是其中以前是PPT 然后期末以后的话 可能会把重点放在Exail上面 OK 应该可以吗 OK 另外的话 如果同学对Google的云端应用有兴趣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点缀一次的跟各位讲一下 像刚刚我讲 其实没有很多 做个表单 然后把它变成缩转网址 并且产生一个QR Code 像这样的应用非常好用 而且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结果并不是我做出来的 其实我只是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切到这边来 他就会告诉我结果了 也就是人家填完之后我马上可以知道说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范围在哪里 然后另外还有同学是想要学什么 学 VBA VBA 我们上约有 一年级你们都有学 当然会更好 所以也许 讲到Exail 我会看各位的状况 也许再加一点程式吧 不过难度绝对会是非常的困难 但是也不用担心 我会把写好的程式给各位参考 OK 大概是这样的 那再来的话 我大概知道想要几个问题 当然对于未来就业做准备 有的占一半 快要一半 现在蛮不错的 另外的话 其他人占比第二个 就这一个 25.6% 还是会继续升约 其实升约大概没有问题 不过我看好像你们学长也蛮多 都不是继续念中文锁 可能会去跨别的右手吧 那也是好事 另外的话 还有什么 不知道 还不及十个 因为可能也许 大部分我看一下 大部分就大二 还有一点时间 不过我是建议 如果这个 时间其实过得还蛮快的 转眼间你们可能就要毕业了 不过它还没那么快 只是说 如果早处准备的话 对大家未来 一定 还 一定有帮助 还在思考 有一位 思考 其中考异项 最多是叫 缴交书面报告 其他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交报告 然后电脑测验的五个 上台报告两个 这个我们再来看 然后其末 还一直想交报告 大家都这么喜欢交 上级测验 其实我比较倾向是用上级测验 因为一翻两阵 反而我上几题就考几题 这样是最简单的 而且你们也真的会去实作 因为其实像电脑这种东西 你用讲的 说真的你给我报告 你再会讲 倒不如你做给我看 所以我比较想要你做的结果 OK 也没有信箱 另外的话 你对于课程安排 还可以 满意 非常满意的 哇 五个 OK 非常不满意的 有一个 这些同学我可能再把它抓出来 好不好 请供掌考 我去看 OK 那将来这个有什么想法 以后对未来可以跟AI结合 这个当然是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未来 会需要人才能够跨越的 也就是说不是只会写程式 或者只会电脑相关 还要能懂得一些 比如说相关人文素养 如果用在AI的这方面结合上面 让这个机器能够更贴近于人的应用 而不是只是单单做什么重复性的事情 那太无聊了 尽量能够让这个AI能够应用在生活里面 然后能够更加的贴心 有些时候机器其实毕竟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或者让你感觉到有一点温度 或者让你甚至感觉到有一点温馨的感觉 或者是说甚至让你感觉到有一种情感的那种部分 那个有情感的部分 当然就不是单单只是透过程式来完成 里面其实有很多如果还是需要有些人文素养 把它贯注到这个程式里面才有办法办到 这部分当然就是大家比较擅长的部分 只是说如果你单单只是会有人文素养 但是没有资讯素养的话 其实那也是没有办法发挥 所以其实最重要还是要抵层知识 抵层知识就是一般哲学术语要行而下 行而下就是基本的 就是我们要吃饱 所以衣食逐额才会吃熔炉 有时候大部分是这样 至少说你们至少有稳定的收入 还有就是说至少有一点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之后 再去跟你讲说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我想你会比较能够听得进去 我的想法是这样 OK好 那所以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规划部分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那再来的话 我先用简报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门课也许可以的方向 画面 我又一切一边 切这样 因为我这一台现在 还不是很熟悉 那再来的话 首先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 为什么是我来上这样门课 其实 最早好像如果上过我的课应该都知道 因为我的背景跟大家是一样的 我也是就是中文系毕业的 但是我后来的工作 其实跟就是本科系是无关的 大部分都是从事资讯 甚至是城市设计相关的教学工作 然后系上是很希望说 我能够给各位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刚刚发现好像看的人也不少 所以才获得一些教学单位的青睐 只要我去上一些这三个课 所以其实大部分 我现在上的课很多单位 大部分都不是我自己去应征的 我现在很多工作都是人家来找我的 最近还有一个学校 像台湾思大 他们好像也要开类似城市设计的课程 在网路上好像有看到我的东西 所以就写信 有一个主任的写信问我 说能不能去帮他们学生上 类似城市设计 跟人文结合的相关课程 OK 那再来的话 稍微介绍一下我的一些简历 那我刚刚讲 如果你待会要那个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需要点名 不过点名的话其实蛮花时间的 所以待会我先说一下 如果你们待会要点名的话 请各位 第一个 跟那个之前上课一样 你就输入那个吴老师 OK 你就到那个我部落格里面 先去签到 这个 然后呢 刚刚有同学问到 我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底下 学习签到部 你就选这个 然后第二个 你的学号加姓名 比如说你是107 02 03 04 类似像这样 然后你今天打算学什么 今天的话 也许我们其中以前也许是PPT 也许不然你就选这个 那期末以后的话 也许就选这个 Excel 大概就是PPT Excel OK 不然的话你就选其他 你就把我们课程名称 文献大数据管理应用 打在这里也可以 然后就上课签到 提交 然后待会的话 然后请各位做第一件事情 这样确定你是有来上课的 然后我会透过 就是你有线上点名 然后我会再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到了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 待会也许帮我完成 那我大概把相关的东西讲一下 那我刚刚有提过 我在网路上有放了蛮多文章的 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将来假如说要让别人认识你的话 那其实有一些方法 就是你可以留下一些东西 证明说你是有东西的 或者你要想一想 将来你的履历表上面 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让大家觉得说这是亮点的 比如说你是中文系毕业 但是你又有其他的什么专长 那这个专长 尽量是比较实在的 比如说你也可以让人家说 你Google什么关键字 可以找到我相关的文章 或者是说我曾经得过什么奖 拿过什么证照 或者是说有什么作品 是真的可以看到的 或甚至现在YouTube很夯 也许你自己是不是能够 架一个YouTube频道 那你也可以的 比如你订阅人数很多的话 像我现在订阅人数 已经是30K了 OK 所以又增加很多了 那这你都可以提 也就表示说 你真的有弄一点东西出来 其他的话 除了说这个学校的教学经验之外 其实我还有电脑公司的实际经验 担任执行长五年的工作 也拿了一个奖项 其他也担任顾问工作等等的 最早是担任层次设计师的工作 这个是蛮久远以前的 大家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个是2017年 三年前曾经到这边来TVBH采访 OK 然后主要是他们比较有兴趣的就是 为什么 这个我可以 读的跟我将来发展的不一样 OK 为什么 原因在哪里 OK 像我那时候其实 师大国研所毕业的时候 其实也有取得中等教师资格 但是那时候没有选择去学校认教 反而跑去当层次设计师 这一段其实还蛮有趣的 不过我觉得人生总是要有一些不一样 OK 然后追求你想追求的 像我看到有很多YouTuber 他放弃很高的薪水 然后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其他的话这边也OK 其实教AI 其他奖项 这个大家看一下 我证照也大概参与几张 OK 拿了一些 其他的话 Google每年都会给一些广告的期盘 这个大家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另外的话 也担任过 证照的专家咨询会议的委员 再来的话有关课程规划 其实我主要的想法是这样 主要也是希望能够用一些新的方法来处理你们就有关于中国文献或者是中国文学相关的资料 而不只是说用以前那种只是资本的方式来处理 你会发现那像似乎全书好了 里面的字数就大概接近八亿的字 八亿是如果你要用人工的方式去探索去研究的话 恐怕这辈子你也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你想要的结果 所以有那时候想说有没有办法透过电脑可以做出一些结果出来 那时候当然一定至少会用一些基本的工具 至少就像Excel 像我们上一期课我用到Holoshop 或者是说你最后要把你的结果秀给人家看的话 会需要用到PPT 当然另外还有就是说如果你要更快的处理资料的话 也许你可以学一点程式 因为你们大一基本上都有学了程式设计 所以也许这期课程我们也可以再带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进阶应用 那当然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这些相关东西融入文学设计的创意 另外的话也走出文学院所学不实用的方向 当然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换一个思考方向 把你学的东西是不是能够真的用上 所以这期课程大部分这两个部分 其中以前的话是PPT 那期末以后的话也许就Excel 所以其实相对大家PPT会简单一些 所以虽然简单 可是我是希望说你们可以好好学习 将来可以做一些比较看起来比较质感的一个PPT的部分 那所以这期课程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大概会有这几个方向 那里面的话我会有一本参考用书 主要我们上课还是需要缴交作业 所以这个作业需要有练习 那练习什么比较好 那我看证照考试题 其实跟我们上课所需要的技能其实还蛮相 另外如果你学完这个你还可以去考证照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延伸性 就是说将来你学完之后还可以拿证照会更好 所以我用了这一本 就是TQC的2016 它里面包含就是WordExcel、PowerPoint三个 那我们上课主要用到Excel跟PowerPoint这两个部分 那至于我们会需要用到题目 这个是多年前你们学长去考证照的结果 那我很希望说会不会还有这种机会 大家都拿到证照 然后照个相 其实还蛮好的 因为蛮多你们的学长姐毕业之后 有证照跟没证照 其实去面试的时候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甚至你们学姐跟我讲说 去面试的时候 那面试官说你不是中文系的 那你怎么会拿这么多电脑类的证照 他直觉就想说你是这个中文系 应该跟电脑完全没有八竿的打 结果他反而拿了很多像Photoshop 或者是一些什么做网页设计的相关证照 让他这个面试官几乎都是光 就是眼睛为之一亮 然后大部分的结果都是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 大概会有这种比较正向的 那至于说考试的内容 大概请各位也许可以到官网上面去稍微了解一下 像TQC的官网 他的网址也蛮好记的 www.tqc.or 它是一个算非盈利组织 那比如说他的认证的内容 这边有认证内容 认证科目吧 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 假设PPT的话 你看他这边有个电脑简报 那目前考试的题目它分成2019 像2019的内心 2016 那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电脑贯的是2016的版本 那主要当然我们也许就是参考它这个里面的第一个类 第一集 第一集的话呢 总共就是考两题 然后40分 实用级它这边就是考的 总共它有四大类 就考两类 一题就50分 OK 那题目在哪里呢 基本上题目就在我刚刚给各位的gg.gg 斜线PPT to Excel 所以请各位记一下 将来我们上课都用到这个网址 PPT to Excel 那里面的话 请各位点进来第一个单元 就是PPT的部分 然后这边就有题目档跟电息档 所以请各位把练习档下转 题目档打开来看一下 第一类第二类 里面的话呢就是题目在这里 第一题 然后呢第一题的话 那这里面的话 实用级基本上都考双数题 所以102104一直到110 那第二类的话就202 202一直到210 总共实题 那我们也许一直到其中考以前 就会把这实题给做完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帮我做两件事 第一个 请你到那个我的部落格上面 做线上签照 第二个的话呢 请到我的这个云端上面 去找到这个有关PPT的 就是我们第一 其中考试以前 关于多媒体简报PPT的2016的 证照的题目 题目档跟练习档 那你一样把那个 也许题目档跟练习档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个PPT要该怎么做